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党国会议员宣布支持首相 存在贪污元素 阿玛紗亦要求撒一旦拿出证据 当授寻集 如果这些土团党议员想回到乌统 乌统是否会接受这些议员 阿玛紗亦表示 目前乌统还未考虑过此事 但将会与该国会选区的 区域领袖讨论 以确认新方向 他形容这是一个新的政治发展 即使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但也必须面对新的政治现实 针对一党侯舍报 哈拉卡记者被新闻局撤销媒体证 通讯及数码部长发明证实 已经收到相关的上述信 并且会尽快做决定 他解释通讯及数码部 只是针对该报 在报道时没有遵守职业操守 而做出有关决定 并非有意限制媒体自由 发明在国会下议院 部长问答环节上 这么回答一党巴西马 区国会议员阿玛法蒂的提问 哈拉卡日前报道 首相达多斯里安娜领导的团结政府 不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甚至影射首相亲以色列 对此首相 星期二在国会下议院 首相问答环节上 回答国盟土团党马张区国会议员 袁怀哨的提问时 录制该报道无礼和没教养 地方政府发展部推荐 埃雷森系统 这个系统能够加速六种执照的 审批程序 从现有的七天缩短至二十四小时 埃雷森系统将立即启用 涉及六种执照 也就是商业 工业和机构领域 废料回收执照 家庭废料回收执照 公共卫生执照 建筑废料回收执照 以及长途运输执照 和设施营运处置执照 地方政府发展部长 尼克敏表示 通过埃雷森系统 国家固体废料管理局 审批执照的时长 是付费后的二十四小时 而现有通过人工审批的方式 是七天 缩短的审批时间 比之前相比 可提高生产力至百分之九十 尼克敏为固体废料工业 与国家公共卫生数码化措施 推荐理至此 讲稿由地政部秘书长 德德阿斯曼代读 他指出 通过埃雷森系统 超过九千名固体废料 和公共卫生管理服务业者 可以随时线上缴付执照费 无需到服务柜台 线上支付提供FPS支付便利 此外 尼克敏说 地政部与多个机构合作 希望提升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九名 从事三地工作 也就是艰苦 危险 肮脏的本地员工技能 接受技能培训的固体废料管理员工 将获得能力卡 作为后勤员工工作能力的认可 确保他们接受正规培训 对2007年固体废料管理 及公共卫生法令有基本了解 从明年起 我国获得智慧城市 评级奖的地方政府 将获得二十万零级的拨款 地方政府发展不密书长 达冻阿斯曼指出 这一批款项可以帮助地方政府 实施智慧城市发展相关的项目和活动 它是在2023年 马来西亚城市规划奖仪式后 这么指出 配合马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十周年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八号拜访我国直到十一号 国家元首苏丹多拉 今天在国家网工接见韩正 双方畅谈大约四十五分钟 韩正是在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 抵达国家王宫 与陛下畅谈 另外 陪同出席的还有外交部长 达特斯利·Zambri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 刘震东 及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敬 访问期间 韩正也礼貌拜会首相 Nadok Seri-Anwar 并出席由副首相 Nadok Seri-Amazahid举办的晚宴 另外 韩正将与我国首领 讨论的双边课题 包括区域与国际利益课题 加强清真领域的合作 一巴冲突 以及即将在明年迎接的 马中建交五十周年 十四年前 马六甲一名男子 凭着对手作民里屋子的热爱 创造出拥有各周术风格的 传统迷里屋 至今传统迷里屋副制品 制作师 Basel 已经制作大约八百个 迷里副制品 大部分为传统房屋 我讨讨讨讨讨论的方式 然而这些艺术品的背后 需要付出的是制造师的高度精准 以及经验技术 另外 现年六十岁的Baze所制造的迷你屋 包括马六甲 霹雳柔佛和极打风格的房屋 随着科技的发展 它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相关的销售服务 图腰节是印度人的新年吗 为什么图腰节要制作米会呢 本周日下午三点 我们邀您赴一趟印度文化之旅 探索图腰节的典故 上西手工图腾之美 敬请留守 你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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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腰节特费 刘 Eunice 我二嫂计 我一定要判 连课 珍 jungle 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及两项洗黑钱控状各坐牢两年和罚款500万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罚款则需要以坐牢四年替代 法官阅令塞萨迪串谋实行控状的入狱刑期 与滥用资金罪分开执行 两项洗黑钱控状的刑期则是同期执行 他也阅令塞萨迪及日期入狱 但叫后批准塞萨迪向上诉庭提出上诉 暂缓执行刑罚 塞萨迪早前获准以33万令吉保外 以及需要交出步骤给法庭保管 直到案件审结 并且每月一次向反弹委会报道 法官是基于辩方 无法在辩方举证阶段挑起合理疑点 而如此下判 塞萨迪也是民主联合政线主席 兼前土团党青年团团长 根据控状 受托保管100万令吉资金的 时任土青团团长塞萨迪 与拉费串谋失信这笔款项 他也面对以向指他在2018年4月8号 至21号期间 滥用12万令吉选举现金的控状 两项洗黑钱控状则指被告 分别在6月16号和19号 在新山一家银行 将两笔源自非法活动的5万令吉 由他所持有的马来亚银行 回教银行户头 转移到他所持有的 土著信托基金账户 第一项控状是触犯刑事法典 第406条文 串谋失信罪 在该条文下一旦罪名成立 可以被判处不超过10年监禁和编斥 并可以定加罚款 第二项控状则触犯刑事法典 第403条文 滥用资金罪 任何人若不诚实盗用 或将资产占为己有 或致使他人托述任何资产 一旦罪名成立 可以被判坐牢不少过6个月 和不超过5年 另加编斥和罚款 第三项和第四项控状 则触犯2001年 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法令 第4条第一款A项 一旦罪名成立 可以监禁不超过5年 或最高罚款500万令吉 或两者见识 尽管打工骗局的新闻 几乎每天都登上五国媒体 但这还是无法停止 这个现象持续发生 依然有很多人 不断陷入同样的圈套 今天再有8名深陷海外 打工骗局 而受惑缅甸的华裔 租载回国 其中6人近日游和逃生 险些遇难 后来获得援助 成功返回大马 大马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代表 RZRU上个星期六 亲自到泰国展开救援行动 在泰国军人的协助下 成功将8名 从缅甸脱困的大马人 带回国 受骗者年龄介于20岁到30岁 分别来自槟城和东马 其中7人因陷入打工骗局 从泰国被偷渡到缅甸 另外1人则是受困在 大起立诈骗区一年 因签证过期 需要等待法庭程序才能回国 另外 槟城慈爱善堂创办人 士云德法师 为这一次的研究行动 提供受骗者回国机票 住宿和交通费用 他指出 受骗者通常是在脸书上 受到高薪工作的诱惑 因此掉入骗局 他呼吁大众 不要轻易相信社交媒体 高薪聘请出国打工的广告 或是朋友的介绍 有手机的话就好联络 如果没有手机就要借 或者当他上网 上电脑工作的时候 偷偷发这个信息 现在案件已经这么猖狂 希望大家不要收骗的 不要受到这个高薪的引诱 那么再堕入 这些非法的人的手中 据了解 除了一名获助女性 险些遭到电击之外 其余的男子 都曾遭受过电击处罚 而留下伤痕 阿西若补充 说骗者完全没有接受过 任何电信诈骗的训练 只是被指示亲自联络家人 索取赎金也获得释放 其中三名受骗者 分别支付26000令吉 18000令吉和1万令吉 但在他们的家人付款后 却没有获得释放 他也指责 某些自称要支付赎金 才能救出受骗者的商人说法 强调这类做法 反而影响该组织的营救过程 此外 大马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总秘书 K-3木店强调 该组织向来合法营救 所有遭到工作骗局的输骗者 因此会对向该组织的任何不实指控 采取法律行动 RTM和文宜采访报道 再有一宗儿童被困在车内的死亡案件 一名母亲因忙着办事 忘了将车上的两岁儿子送去幼儿园 当母亲突然想到的时候 已经超过七个小时 虽然冲向轿车打开车门后 发现儿子还在车上 但这名男童已经陷入昏迷 这起悲剧昨天下午三点左右 在阿拉白沙罗地区被揭发 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 瓦马发固定助理总监发文告知出 警方在昨天下午三点四十几分 接到男童父亲的投报 指一名三岁男童在阿拉白沙罗的家中昏迷步行 警方与住户车接到投报后赶到现场 住户人员在进行脊柱后 将男童送往双心卯诺医院抢救 不过男童在送院后正式不治 瓦马发固定表示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 男童的母亲在昨天早上七点 先送两个较大的孩子去附近学校 之后去附近的幼儿园送男童 到达幼儿园时 男童的母亲停下来处理一些网购生意的事情 结果忙完工作后 忘记把男童送进幼儿园就驱车回家 男童的母亲回到家后 没察觉儿子还留在车上 直到下午三点三十五分才一时过来 但男童当时已经昏迷步行 警方援领2001年儿童法令 第31条第一款 舒服导致儿童死亡条文调查此案 登下了物数发生一起儿童虐待致死案 一名只有五个月大的婴孩 疑似遭到母亲的朋友虐待 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昏迷状态 警方呼吁民众提供线索协助调查 物数警区主任Abdoul Razza透露 小死者是在上个星期一 被母亲交由一名男性朋友照料 然而该名孩童在昨天早上七点三十分 被送回母亲身边时已成昏迷状态 肢体出现狱青 尸检结果显示 该名孩童小长友破裂的情况 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 另外警方援领2001年儿童法令 第三十一条文同时呼吁 执行者提供施暴者线索及踪迹 协助案件的调查 南北大道靠近耶克洞路段 凌晨发生一宗罕见意外 一只疑似想要越过大道的老虎 不幸被一辆罗里撞死 野生动物局认为老虎走出森林的原因 是因为非洲猪瘟 导致野猪数量减少 令到老虎要走出森林觅食 被撞死的老虎 年约8至10岁 是一只雄性老虎 初步推测 这只老虎是先前被制 在湖边肝膀夹亨 攻击六头牛的老虎 在这一起事件中 野生动物局认为 主要原因应该是非洲猪瘟 导致野猪逐渐减少 因此老虎游荡至森林边缘 至肝膀 他开始发现 肝膀村民所饲养的牛 被放养在森林边缘 有棕原等 因此可以获得更容易攻击的猎物 野生动物局指出 根据该局与非政府组织 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 通过安装摄像机的观察 野猪确实还是很少 因此要老虎重返森林的机会很低 因为山猪的数量依然很少 同时可能新猎物 例如牛或其他饲养的动物 比起野猪更容易攻击 屠妖节是印度人的新年吗 为什么屠妖节要制作米会呢 本周日下午三点 我们邀您赴一趟印度文化之旅 探索屠妖节的典故 赏西手工屠腾之美 敬请留守 你怎么说 记得收看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屠妖节特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巴爆发的冲突至今已经满一个月 加上卫生部指出 目前已经造成10328人丧命 当中包括4237名儿童 2600多名妇女以及49名记者 另外还有超过2300人失踪 很可能被买在瓦砾堆下 经过一个月的无情轰炸 加沙远已经严峻的生活条件 目前的情况更加恶劣 联合国的数据指出 加沙230万名居民当中有近三分之二 也就是超过150万人在当地流离失所 数千人在医院寻求庇护 包括在停车场的临时帆布庇护所寻求庇护 至于世卫组织 则估计有12万2千名无家可归的加沙居民 在该地区的医院 教堂以及其他公共建筑中避难 另有82万7千人在学校避难 此外 加沙卫生部指出 以色列早前对巴勒斯坦医疗机构展开的袭击 已经致死509人丧命 当中包括医疗人员与患者 另有447人受伤入院接受治疗 世卫组织透露 自10月7日以来 加沙地带以及约旦河西岸医疗机构 遭受以色列袭击的次数是多达229次 以巴冲突持续 巴勒斯坦共有近1万人 因为遭到袭击而丧命 尽管身在巴勒斯坦的大马穆斯林主席 阿玛阿布阿耶什受到以色列军队的炸弹袭击而受伤 但他依然继续履行职责和信任 向有需要的加沙人民分发来自我国送来的援助物资 阿玛阿布阿耶什在大马穆斯林关怀组织 脸书专页发布视频指出 位于加弗里大楼16楼的巴勒斯坦媒体集团总部 遭到以色列军队轰炸 造成三名记者受伤 视频可见 他的头部受伤 额头上都有血迹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最新数据 自10月7号以巴冲突爆发以来 至少有39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遇难 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死亡人数超过9900人 大马人民捐款给加沙人民 他则负责分发粮食援助和基本物资 不过他昨天在以色列的轰炸中受伤 而他位于加沙的住家也遭到炮击 然而他的兄弟 侄子和两个孙子等四名家人 已经不幸遇难 截至昨天 该组织已经将超过200万令吉的物资 分发给巴勒斯坦人民 10月以来 印度新德里和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严重 导致当地孩童的健康受到威胁 而雪上加霜的是当地政府医院已经紧满患有呼吸困难的孩童 病患人数恐怕会随着空气质量继续增加 根据印度空气监测部门提供的数据 印度首都新德里在8号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10 处于重度污染水平 在印度 焚烧接杆是造成空气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 而机动车数量的增加和建筑施工高峰期 也是导致空气质量恶化的原因之一 另外 印度首都政府开办的医院急诊室里 急满患有哮喘和肺炎孩童 随着空气污染指数达到顶峰 相关病例患者预料激增 另外 印度政府还要求旁浙普邦居民停止焚烧接杆 作为改善土壤质量的手段 以缓解空气污染问题 然而目前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禁止焚烧接杆的效果仍有待观察 此外 印度牌灯节即将到来 届时大量燃放烟花 恐让空气污染进一步加剧 灯葛热是由灯葛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 主要通过文美传播 多数在热带与亚热带地区流行 包括孟加拉 而且至今疫情依然没有好转 孟加拉指出 截至本月 有关疫情已经夺走超过1400条人命 近30万人确诊 孟加拉当局表示 境内的确诊病例呈众生趋势 已经有超过28万人受感染 并夺走1425人的性命 累计确诊近30万人 目前中国正积极向孟加拉提供援助 包括捐赠灯葛热抗疫物资 像是灯葛热检测试剂盒 以解决该国的燃眉知己 早前世卫组织在通报中指出 孟加拉今年因间歇性降雨量大 高温和高湿 导致全国的蚊子滋生量增多 对此该组织呼吁人们 通过使用趋势剂等方法 遏制文美疾病 穿长绣衣服 尽量减少人们接触 灯葛热典型症状 包括持续发热 头痛 肌肉痛 关节痛等 严重时会有致命的可能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新闻的所有内容 感谢收看 我是戴靖航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